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里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云台山区 钟灵玉秀祥和安逸 海州志记载 这里是苏北第一圣境 可将时光回溯到1938年 眼前的这片景山秀水却是战云一步 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东北军第112师 在三月至八月间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激战 粉碎了日军登陆连云港测映徐州会战的企图 这一系列的战斗 史称连云港保卫战 卢沟桥事变后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 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抗战思想 接连导致华北 上海 南京济南的沦陷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直逼苏北 从1937年9月开始 对连云港地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 到1937年的9月13号 这中占领了我们连云港的秦山岛 它的驻中主要是海中陆境内 其中有21艘军舰 其中包括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舰 两千多人 连港当时是乱七八糟 那个时候在蒋介石统治下 以内战为主 连港本来是一个港口 应该有海防 还有海防 没有海防 没有看到有公司 海岸没有公司 这个就是说 国民党是忙于打内战 根本对日本就不方便 据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大本营陆军部摘役记载 在徐州会战时 日军决定在徐州地区 与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军队主力决战 计划除以南京济南为基地 从南北两端沿金浦铁路 夹击徐州外 还命一支部队在海州方面登陆 占领海州 并阻止中国军队东逃 他一边从上海登陆进兵 沿着金浦铁 进攻的国民党和首府南京 一边从北方向南用兵 沿着金浦铁 就是这个金浦铁路 来向南进攻 向北修的华东地区 联合钢正好是他 这个金兵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在他来说是很好的地方 因为联合钢它有农海铁路 农海铁路呢 正好是在中国的起步 混合中国东西 从联合钢进攻 正好到华东地区 进攻那区州 这个 南多区华东地区 就是等于一个人的眼后了 从灵感的一道捅进去 就捅到眼后了 所以灵感这个地方 就是整个我们国家 国防的一个眼后 在这危机时刻 国民党军第五战区 于1938年2月 极调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 进驻连铭港地区 监视敌舰行动 阻止敌人登陆 确保右翼安全 要东北军去填补这个空虚 就去了这个霍首尼这个师 112师 霍首尼 当时是一个中将师长 底下有两个旅 四个团 而当时的57军 刚刚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面对日军的正面进攻 准备好死守南京的官兵们 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 由于事先没有周密的撤退计划 部队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 十万国民党大军夺路奔逃 自相践踏 损失惨重 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南京大屠杀 可以说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 在高层决策者错误的战略指导下 官兵疲于奔命 意志动摇 士气低落 在这样的情况下 112师将如何保卫连云港 守卫连云港的东北军 是国民党军队中 实力最强的非敌系部队 虽受蒋介石驱使参加了反共内战 但在失败中逐渐清醒 抗日复土的愿望十分强烈 第57军中 一些官兵还曾追随过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因而中共中央决定积极争取 其成为团结抗日的友军 这个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一步棋 因为要打日本 靠住那几万人的红军 那力量远远不够 非得全民总动员 所有军队都来参加打仗 所以将这事就不肯干嘛 他就要先消灭共产党 然后再来打日本 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 共产党需要在112师 寻觅一位有勇有谋 思想进步的将才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 帮助共产党深入开展工作 而667团团长万亿的各种进步表现 引起了中共长央局的注意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团开展工作 要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太方便了 那么我们研究 万一同志早在西洋事变前 就和北平的民衔总队部的李昌 有过联系 回到部队 就在部队组织抗日青年团 那个时候东北军是 听蒋介石的命令 是打共产党的 他就成立这个组织 出强迫 宣传抗日 宣传团结抗战 后来国民党的政宣员 看了晚上逃走去死 后来那些出强暴的人告诉万亿 每一次出来他都要死 后来万亿说 你等他下次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 我躲在旁边看 结果那个夜里了 那个政宣员要去死的时候 万亿一下出来 蹦 朝他打了一拳 你给我放下 所以国民党的政宣员都非常超视他 后来蒋介石不到西云安去独藏嘛 去独藏 他飞机一落地 张学良去接他的飞机 蒋介石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团长叫万亿 好厉害啊 连政宣员都敢打 后来张学良跟他说 我已经早就承办了 早就承办过了 请领袖放心 张学良掩护这个万亿 1938年 受长江局周恩来同志的委派 张文海和谷牧 坐火车经郑州徐州 在元宵节的鞭炮声中 到达连云港新谱 我的英雄就是看着万亿 的话怎么样 如果挑战好事 就发展成为党员 这一查这个团为基础 它发展都不给你攻击 就成立了这个万亿部队的工作委员会 就跟你们一起成立了 先成立党组织 先成立党组织 党组织就是成立 中共1124工作委员会 兼称公委 兼称公委 吴志干任公委书记 公务合理行为公委的委员 这座小楼叫龙海公寓 始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原址位于连云港市新浦区 民主中路二百零一号 当时张文海古牧同万亿就在这里进行第一次会面 并在开谈不久后进一步亮明了身份说 周恩来让我们来看看你 对于这段历史 万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我们交谈了不久 就像老朋友重逢那样亲切 他们问我 抗战已经几个月了 你对抗战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经过南京宝贵战 我认为这种打法打不败日本鬼子 总得有点新的办法 学着日本的战术打日本是不行的 这次与万亿的谈话 古牧在回忆录中也有着这样的记录 我们便借机问 你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考虑 他想了一下说 抗日救国我义无反顾 打日本鬼子绝无二心 我这个团请共产党放心 但我的理论不行 看过几本书学得很不够 再说共产党讲铁的纪律 在纪律上我觉得还不够条件 我们看他思想上有些犹豫 就说你先想想 改日我们再谈 理论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入了党还可以继续学习 也给他详细解释了党的纪律 古牧党当时叫刘曼生 在那做工作 就是说 你现在叫我把这团鞋拿出去 这没有办法 没有名义 也拿不动 介绍他自己入党 那没有问题 在这间 如今已经修缮一新的房间里 举行了一场简单 庄重的入党仪式 这对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 和万亿将军的一生 产生了深刻影响 加入公委以后 当时吴志刚向他宣布 入党宣示以前是有那个规定 另外就说你入党以后 就要过组织审活了 你是在组织的人了 不是咱们的人 要有组织生活 那么因为你是要保密的一个高级党员嘛 所以就不参加小组织 由我当个联系 好像每周要回报一次吧 还有什么的 就这么秘密 后来你爸爸说 我完全可以遵守 至于回报几次 不一定一次 有事我就向你报告 你有事也直接可以找我 这个他就不那么事半了 这个比较灵活 为了在万团开展工作 山东高密游击队的共产党员 民先队员等八十多人 以新兵入伍的名义 加入万亿为团长的 第五十七军 第一一二师 第六六七团 一波六八 是我们 从青岛出发 从我们那个青岛老家的 青岛出来 那时候 都到组织 和国民党一个游击队 火起来了 就太不 就太挺好 我们变一个种队 最后国民一块 国民一块的 最后我们走 我们就全世界地走 但是我们游的人 就说过这么个话 将来我带你到 毫不对得去 这个话叫国民党的特务员发现了 这就是很干啥的一个问题 后来他就发现了我们干啥 发现了我们有的人 有的这个党员就是暴露出来是党员了 所以他们就要后来说也没有别的什么说的事情 就干走了算了吧 下下下我们有几只条也就在脚里去了 下下我们有几只条也就在脚里去了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走的时候 从最想走的时候是一拨六八个月 我们就顺着到西州 到西州以后 到西州以后 正好是当时古墓在这个六六集团 正在邀人去做这个团体工作 这八十多人在万一的主持下 很快被分配在各个连队 为了方便活动 多数成为了传令兵 通过宣传教育 对部队进行改造 我就给那个市长当秘书 那么刚才说的 那个王炳章来过以后 和少爷就跟我讲 这个王炳章 哎好年轻啊 这个红尊干部提拔得快啊 当年的同性严 都成了常务处长了 还穿了一片一件大衣 比我的皮大衣还好 还带给我一些材料 我看那个商大基地 八项主义不错呢 你用我的名义 下命令叫穿石独藏 作为中共地下党员 万亿佩克工委 积极对部队进行思想改造 团部创办了火线下小报 成立了团宣传队 开展抗日救王教育 我们去东远老百姓长军 也有一首歌 嗯 酒楼响了 你快去把掌城上 把你快去把兵当 你不当兵 我不出钱 想个法多 没人打仗完了国 我看你怎么活 一个是四个团 船游宣传队 就是我们的工作都遍布前十了 这些都是万语同志 他利用他的各种关系 介绍过去的 因为他的微信高 所以我们很快工作都普及到前十 是在我们党做东北工作 东北军工作里头 做得最好的一个事 我们向元帅罗隆煌汇报 他说你们的政治工作 做得比大陆军还好 因为八路军团里头没有报纸 只有里里头才有 团里头就有报 现场队只有市里头才有 另外指导员个个都会唱歌 会写文章 这个在他们那里 也不多见了 所以说你们的政治工作 做得比八路军还活用 日军为实现在连云港登陆的企图 说是刘贵堂 张宗元 刘佩晨等 伟黄携军三千余人 于1938年3月间 经诸城日照沿海岸南下 四月从干余县浙汪海口登陆 然后迂回到日照的背阔 巨峰一带四处骚扰 以影响临港一带的安全 伺机进犯 刘贵堂 外号刘黑旗 是个头脑袋 脸去黑 这个人是一股土匪 他的马皮都不屑安子的 他什么时候要走 半夜里起来他就走 他一走也没有什么命令 只要看刘贵堂的马一栋 其他的花花就跟上了 所以叫刘寇 刘贵堂这个土匪队伍 我是竹城人 他在竹城一带 来回转多少年了 有时候白天他就在冲边去走 现在大家都有什么都吓得 关上冲门就是了 你愿意这么走 怎么走吧 5月2日 万亿率领667团 对强占背阔镇的 刘贵堂部发起进攻 当时 刘贵堂部的所在地 有一道三丈高的砖围墙建筑 万亿命令山炮连 轰垮围墙 在炮声还尚未平静之时 万亿就一马当先 率领步兵发起冲锋 伪军不知 匪首刘贵堂只带少数人逃窜 从1938年5月20号 到19390的3月4号 一共是189天 在这189天期间 在整个这个灵管地区 发生了20多次战斗 5月20日黎明 敌人利用陈雾 出动数艘汽艇 在飞机的配合下 200多名陆战队员 强行登陆孙家山 万亿身先士卒 亲临前线 率部抵抗 667团官兵 在万亿的率领下 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上 打得敌人不敢抬头 日军又用飞机 对我阵地猛烈扫射轰炸 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 战斗进行到傍晚 敌人利用他的海空优势 突破第一营阵地 667团官兵 一面用密集的炮火 阻止敌人继续向前 一面组织力量 连夜发起反突击 万亿 命令三营 利用业务 悄悄插进敌营 与敌短兵相接 手榴弹刺刀并用 敌人没有防备 面对突然袭击 虽然赋予顽抗 但亦无招架之力 被打得丢盔卸甲 仓皇夺路而逃 孙家山一仗 激战一昼夜 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 此后 日军再也没有 对孙家山 进行石兵登陆作战 就是说日本是用海上来配合 陆地的进攻 那爬上了以后 我们这个东北军 五十七军就派了一个石 去阻挡了 去阻挡日本 不知道他从那里打通隆海路 所以才有连港保卫杖 8月2日 日军出动飞机和舰艇 疯狂向连云港的制高点 云台山大围间 发动进攻 当时驻守大围间的是 六七二团 六六七团作为预备队 射防在师部附近待命 日军凭借武器先进 海空炮火轮番轰炸 通过一天的激战 占领了大围间阵地 飞机就欺负你 就你头上飞 然后动动 头下几个炸弹 我一看飞机都飞在我脑袋上了 我没有什么的办法 旁边有一条石板灯 我就爬到石板灯底下 激光彩在上面 打打打打打扫 那个石板很好 打不透 飞机炸弹 那个炸弹腾两边飞 也飞不到我身上 我就躲过命 突然他把部队 打到这个山顶住 上门快到山顶了 我们那个阳寒住在山后院 截到命令以后 去混战一场 万亿率领了667团 立即从预备队转进战斗岗位 运动制右翼 与第672团取得了联系 迅急向敌军的右翼 发动猛烈攻势 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仓促应战后归缩起来 之后 万亿按照与672团团长白喜露 所商定的战术 当672团从正面开始攻击的时候 万亿则趁势率领667团从侧后杀戮 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 当时日军两面受敌招架不住 光芒夺路向山下奔去 万亿命令667团官兵 从背后架起机枪 向敌人猛烈扫射 这一次敌人的伤亡比孙家山战斗更惨 日军拖着一具具尸体狼狈而逃 武器弹药 帐篷 油桶等军用物资 丢得漫山遍野 敌人伤亡惨重 终不能从林云港登陆 大危险伤亡的人很多 包括日本鬼子和我们的人都有伤亡 这个有些尸体都 日本都来不及拉走 后来都一块埋了 你们后来修什么东西 还挖出好多骨头 在那里死杀瓶薄 还是很厉害的 至此 连云港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 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 进攻连云港施害军吃尽了骨头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部报 在头版报道说 守卫云台山部队监补刚成 不若金汤 五十四年前来 三八年吧 那时候也就是这个时候 三四月四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 我们的连云港战取得了 我们的连云港战取得了 这个 这场战斗是民主办的 是抗 对日本中国主义 对中国侵略 向连云港登陆的 抗连云港作战 这个作战能够按照人民理由 所在完成 判施的任务上 是各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在十二次封围 给党的领导 做了很好的动员 也做了很好的动员 动作 让这二十二次 留意了其他这个部队 在各界的战场上 进行了监控的斗争 最后出败了 一人护卫争的祈福 神圣的滋味 战争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上线 我怒成墙前多东北 有缘他经常灯完 可一生家一婆国家王 我们要十四少夫就和尚 我们要十四少夫就和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